本土疫情趨緩 死亡人數卻拉高 56人當中 其中3人只有40多歲 兩人有癌症病史 另一人有高血壓病史 死因爲腦幹出血並新冠感染 至於兒童重症也新增兩例密西個案 其中一名男嬰只有六個月大 五月初確診 七月陸續發燒出現症狀 就醫檢查發現肺炎 也出現紅疹腹瀉等等 另一例則是五歲女童 曾接種一劑BNT 六月底確診一個多月後 有發燒腹瀉腹痛等症狀 另一頭還要擔心的是 先前確診BA.5的三十多歲女性 職場同事定序出爐 不過感染源尚未釐清 定序的結果確認是BA.2 跟這個我們指標個案的BA.5是不同 所以兩個並沒有這個病毒 傳染上面的這種關聯可能性 已經排除了 並沒有找到相關的感染源 所以我們已經連續快一個禮拜 就停在兩萬多 這個代表有新的病人在補進來 那這新的病人最可能就是BA.5 BA.5開始蓋不住了 BA.5已經在社區低度流行 指揮中心統計 目前本土BA.5個案已經有十四例 BA.5的陽性率 佔所有我們定序出來的陽性的一個部分 大概百分之二左右 當然是三萬那當然是有可能的 所以也有可能會比三萬再低一點 所以這個速度當然是有可能有低推估跟高推估 單日確診數卡在兩萬大關 邊境管制遲遲無法從三加四改成零加七 指揮中心還是重申 會以國際變異株疫情 以及幼兒疫苗接種率來作為評估標準 環宇新聞我們葉劉沛庭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